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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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邓女男 我呢 就拍了三十多年的动手片 今天是我最想动手的 最想最想动手的一次 张伟丽你别动 别动 其他人都可以过来 向左 就向你爸问好 向左呢 其实是我们影坛 未来的动作巨星 大家都说 他能有现在的成就了 完全没有靠家里的 说他靠家里的人 都给他爸 带着几十个人拜访了 他爸爸妈妈其实是非常特别好的人 也帮过我 向左呢 真的绝对不靠家里的 靠的是郭碧婷 靠家里的时代 他现在拍电影 和我以前一模一样 都喜欢露肌肉 但是呢 我觉得他比我更过分 他演那个什么 风神传奇 传奇里的雷震指 戴着一双的大翅膀 却光着身子 向左 你到底是在演雷震指 还是走维蜜呢 有人说 向左没有天赋 那我觉得呢 天赋和热爱呢 他至少很有热爱 我是从小练舞 他向左25岁才起步 开始练舞 但是他很非常成分 听说你每天要练 大概八个小时 对吗 那有一次呢 他受伤 要打半年的石膏 向左一听了 哇 打石膏 半年都不能练 这样的石膏 我要打十个 我不说你了 向左 再说你的话 你爸得拜访我了 吕哥是嘉宾里 我最熟悉的一个 我们两家 关系非常好 经常在一起 吃饭啊 他给我说了一个秘密 他说 他儿子 非常喜欢我女儿 喂吕哥 我万万没想到 我把你当兄弟 你却把我当亲家 下一代的事 我们怎么能做主了 我们还是得回家 问老婆嘛 吕哥呢 80年 拍了一个 经典的电视剧 上海滩 他特别喜欢 上海滩的主题曲 每次去唱K的 他都要抢着那个麦 唱那个主题曲 唱了40年 搞到周恩发都不敢来 本来这一次啊 我想请那个周恩发来的 我说发哥你来吧 他说 你能保证 吕良伟 不唱 上海滩吗 我说 不能 发哥 哼着上海滩 就走了 龙奔 龙龙 我们两个都演过 同一个角色 博豪 他演的就是这个 91年的版本 我演的是 王金导演 2017年的追龙 那么观众呢 有时候都会 对比我们俩 谁演得更好 很明显 我演得比较好 为什么 当年 吕良伟 博豪只拿了那个 镜像奖的提名 我演的 连王金 都没有被骂 甚至还获得 镜像奖 提名者 吕良伟的 力挺 我和那个 杨子合作过 我们第一次 见的时候 他说 他很多朋友 自己微信里 有两万个好友 人脉广 要帮我宣传 这个叶文山 结果 他三天 就宣传完了 参传方法之一 是向两万个好友 群发的宣传海报 别问我是怎么知道 因为他也群发了给我 然后又撤回了 张伟丽 我看过你 UFC的视频真的很厉害 很震撼 专业就是厉害 今天我没有跟你动手 不是因为我尊重你 是因为我怕你 确实 有点慢 但是都挺好笑的 确实之前有一个练 永春的和一个练MMA的比武 输了 那好多人呢 想让我出马了 代表永春 赢回来 我说我代表不了永春 我每一部戏都演不同的门派 我这一次是演那个叶问 我是演叶问 我不是叶问本人了 你可以去问问梁朝伟 他可能是叶问本人 好了 说了那么多动作明星 我们来说个文人吧 李旦 李老师啊 是个文人 他说自己 手无 腹肌之力 喂 你都没有腹肌 怎么会有腹肌之力呢 喂 导演就告诉我 他只要说这种笑话 你就会难受死了 喂 李旦 你难受吗 王建国我要杀人 我呢 拍那个冰封侠2啊 上演后 评分很低 剧组就发那个微博说 我是那个戏巴改台词啊 不配合 我明明演的是冰封侠 他们却让我成了 背锅傻 我说我要发那个律师函 他们立刻把那个微博删了 就这样了 张绍刚说 冰封侠如果没有我了 评分可以有多少 八分 我也希望没有我 但是一部电影没有我 多少分跟我 又有什么关系呢 你说 之前有新闻说 我和吴京拍那个沙泡狼的时候呢 我打他 打断了那个四根的棍子 我跟你说 那个是专业的道具 打得不疼 不痛 然后一打就断了 我们都没有放在心里 网友都放在心里 其实前段时间我拍戏 吴京还来探班了 我心里特别高兴 我说 我赶紧迎上去 我说 吴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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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看你 来就来了 还戴什么棍子呢 我们是朋友嘛 中国有句谱话 文吴第一 第二 经常有人比较我 吴京 李连杰 谁最厉害 谁最厉害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知道 我们三个人加起来都打不过马云 马云才是真正的戏霸 是的 那我理解的戏霸 不是贬义的 我觉得 我们这个艺术创作呢 就是要有自己的坚持 如果不能坚持自己的想法 想做个好人太简单了 但是 就会没有办法做出有品质 有要求的作品 戏大过天嘛 那么这个事情呢 我跟江文老师 江文导演 也探讨过 那江文很认同我的想法 他比我还霸道 他说 子弹 我很同意你的想法 而且 我觉得这个想法 是我的 曾经拍戏的时候呢 我和别人 就因为这个 这个坚持 就闹得不愉快了 在网上 被传得 废废洋洋洋的 但是 这个 并不是所有事情的 像那妹妹一样 规则清楚透明 输 就是输 赢 就是赢 我认为 我认为我们做演员 先做人 人品 作品 都很重要 所以我很信心 很多跟我合作过的人 还愿意继续跟我合作 毕竟 不愿意跟我合作的人 都会 失去了 李良伟的力挺 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事情 十二月二十号 日文是全国上瘾 这次 可不止是一个打十个了 希望大家喜欢 谢谢大家 我是 郑子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